不过求子之路比别人还要艰辛 十次的试管婴儿失败 期间还历经了三次的流产 经过多方面的检查 才发现原来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影响胚胎着床 找出原因之后 经过治疗 再经由专业医师 透过胚胎快筛染色体检查 植入正常胚胎 才终于让妇人成功产下一名健康宝宝 医护人员开心地斗着小baby 看着眼前的玩具 小男孩似乎也充满好奇 抱着孩子 妈妈好满足 因为盼了十二年 总算有了自己的孩子 求神拜佛啦 吃中药啦 吃什么药 吃什么药 一大堆的 该是的都是了 哪边要拜 哪边还可以去求 去跪 第五次第六次 其实每次都在找 为什么会不成功 四十岁的尤小姐和先生结婚十二年 夫妻恩爱 却一直没能顺利怀孕生子 经过十次的四管婴儿 其中虽然三次怀孕 但却都流产收场 不过夫妻两不放弃 经过层层的检查 最后终于发现 原来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透过专业的医师治疗跟合作 妇人忍痛打了近 两百四十支的治疗药剂 最后经过胚胎快筛检查 直路软色体正常胚胎 终于让他顺利生下一名健康的男宝宝 和医药人员一起为孩子庆生 游小姐辞去工作全新照顾 尽管求此过程比别人还辛苦 不过看到孩子可爱的模样 妈妈说比什么都值得 接下来她还想再评下